今年的赫水党电影 既有温克兰电影 也有渣男电影 你要我说一个典型的 温克兰电影 什么呢 万万没想到 这个咱们有的朋友看了 万万没想到呢 我认为是典型的 温克兰电影 它就是为了迎合 你受众的感受来的 它会把商业化元素 做得非常足 甚至为了迎合你呢 它把一些基本的 一些电影要素呢 可以做改变 甚至去掉 因为万万没想到 本身它就不是一部 我认为真正的电影 它和我们之前 看到的尖门侠 差不多 是脱胎有网络剧的 一部电影 我们可以说 把它当作粉丝电影来看 就大鹏原来有屌丝男士 那网络剧 后边在这个基础上 直接衍生了尖门侠 那么万万没想到呢 原来也是一部 网络剧里面 它的创作者呢 叫教授一小星 这台网上也挺火 这个教授一小星很有意思 原来是干嘛的呢 是个土木建筑工程师 原来没这机会呢 就弄点视频 搁到网上 而且点击量还不低 后来一看呢 觉得我干原来工作 没意思 改行吧 来到北京 然后开始拍网络剧 这个拍网络剧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用了大量的段子 你看他这万万没想到 这个网络剧 它创造了一个典型的角色 叫王大锤 你形成了诸多的网络用语 像我叫王大锤 我终于追到小美了 我在西洋下等 现在都是网络用语 年轻人很喜欢看 因为这里边把穿越啊 职场啊 恋爱啊 等等要素都如何在一块 所以这网络剧弄得很火 那么这时候教授一小星 就想到了拍电影 甚至刻苦地呢 拿两个拖铺杆 学摇臂怎么拍 终于把这万万没想到 这电影拍出来 那么这里头的元素呢 其实跟大鹏那个吊子男士 到监门侠是非常像的 监门侠我们知道 超过了十个亿 可是这万万没想到呢 网络营销也做到位了 模式整个都是迎合 现代年轻人的 下了很大的功夫 照理说呀 应该也突破十个亿 可是票房最后 没有达到这八 离这个目标差得很远 如此取悦观众 为什么就没获得效果呢 其实这个跟谈恋爱 道理又一样 咱们这谈恋爱 有那么句话吗 就是要在正确的时间里 碰到正确的人